一场惊心动魄的女单决赛,却让杨颖的精彩解说,增加了很多调量,真是要所有的电视观众比有一番自卫在心头。 这场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女单决赛,可说是一波三赦,精彩分成,先是刘诗文连胜两局,紧接着丁宁记出了下顿八球的法导连追三局,半超了比分,然后刘诗文扛住了压力,再次把比分扳平,并在决胜局以11比6击败了丁宁,获得了冠军。 这就给了杨诗姐说杨颖老师充分的发挥空间,我们的杨老师是绝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,因此除了赵丽论用成语,并具满天飞之外,这场比赛杨颖又犯了另一个老毛病,那就是倾向性十分明显,按说丁宁和刘诗文都是中国女队的绝对主力。 这场又是内战,不应该厚此薄彼,但杨颖的解说却明显偏向丁宁,基本上每次刘诗文打出好球,杨颖就会显得很着急,并多次称赞丁宁门抗,任性十足,不愧为大满卦,奥运女大冠军什么的。 而当丁宁领先时,杨颖那更是夸起来没边,更有意思的是,杨颖都自预测说,刘诗文这场比赛效果到最后,可结果却是被狠狠打了脸。 杨颖还说了一段非常有争议的话,她是这么说的,丁宁与刘诗文打球没法不挽脚,个个都是大角度,跑着跑着就摔脚了,打着打着右腿大胯就拉伤了。 所以我觉得丁宁退一十年以后,左腿宽关节胯部一直有伤就会想起一个人,就是刘诗文。 当年刘诗文给,自己打得胯部都坏了,杨颖的本意大概是想夸一下刘诗文,同时秀一下自己的幽默感。 可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?而且苏州那是都过去好几年了,当事人都快忘了,你老提这个干嘛呢?